接着我们来复习第三个税种 土地增值税 那这个税种在考试中当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除了考到选择题以外 还每年会考到综合题 那综合题的难度肯定比较大 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到了土地增值税本身的一些积税规则 同时还会跟增值税成欠税等等这些相结合 所以关于其他税种的一些规则 咱也要结合着一块去把它记清楚 那接着咱们内容上是分成了七个考点来进行详细的介绍 那第一个就是说到了征税范围的事 关于这个什么情形要交土地增值税 这个大家必须清楚 因为这有一个判定的问题 它交不交税会影响后续的计算 另外就是在征税范围里 咱们哪些是优惠情形 你也要记住 这个在第三个考点税收优惠里边会说到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就是税率的问题 因为土地增值税采用的税率形式非常的独特 超率累进税率 那这个税率表怎么去应用 咱们先算增值额 又算增值率 最后算税额 那这个过程大家得特别熟 因为每一个这个让你算税额的题 肯定都会用得到 再有就是核心的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块咱们先是从整体上来说一说 因为土地增值税计算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增值额的确定 增值额是由收入减扣除得出的 那收入又有什么样的规定怎么确认 扣除应该扣哪些项目又有什么样的规则 咱先在这整体的说一说 但是光整体说一下还不够 那接着咱们又分了三个这个更细的考点 来进行详细的扣息 比如说新房销售应该怎么计税扣几项 另外关于房企的土地增值税清算 还是有它自己特色的 因为房企是土地增值税里的纳税大户 它就是以开发房地产项目为主的这么一个行业 所以它有清算的一系列规则 在考试中很容易考到就是房企业务 然后接着还有就是存量房的销售 那存量房销售就是二手房了 那它销售也有不同的这种增值额的算法 在这儿咱们也要掌握 这些应该说后三个考点 都是结合大题的那个内容 咱们要重点把握 但是前头的小的这个征税范围啊 优惠政策呀 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继税 所以相当于每一个考点都比较重要 都不能错过 那接下来咱们进入正式内容 来看第一个考点征税范围 补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简单的来说 就包括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还有第二类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 连同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 也就是说要么你单独卖地 要么你卖房子连带地一块卖了 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 那都属于我们这儿的征税范围 但是这个大的方向咱知道了 还不够 这里边还有几个细节规定 你也要清楚 比如说到卖地 那我卖的是什么地啊 得是国有土地使用权 它才交这个土地增值税 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 它是不能随便去交易的 所以这个集体土地 它的使用权转让 也不在我们的征税范围之内 仅限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另外就是国有土地 它的交易有两个市场 一个是国家政府往外卖地 这叫土地的出让 出让是国家政府拿钱 那这个就不用交土地增值税了 但是如果我一个普通单位 普通人啊 我从国家政府那拿了地 再转手卖出去 这叫转让土地 那他这个时候就要交这个土地增值税了 所以说土地出让不争税 转让财政 再有就是转让 所谓的转让 你的权数得发生了变化 是吧 咱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那这个土地使用权转给别人了 那如果咱是转让这个房子呢 那肯定你的房子的所有权得转让给别人 所以说全数发生转让财政税 如果全数不转让 那是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最典型的 你比如说 我是一个房企哈 开发了房子以后 我并不是把它真正销售了 而是转成自吃物业了 现在我自己持有 我可能是自用 那这时候所有权没有变化 还是我的对吧 那他不用交土地增值税 或者说我把其中一部分给出租了 那出租这块我只是让渡这个房子的使用权 那真正房子的所有权 还是我的 那这个时候他也不用交土地增值税 所以你看征税范围里 咱们要考虑这么几个小细节 忽视了他 那这个结论也是错的 这是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 那接着还有一些具体规定 或者叫特殊规定 那这些个情况呢 咱们要每一个都记住 非常非常容易考到选择题的 你比如说合作建房 合作建房 你出地 我出钱 咱俩一起盖房 盖了房以后 分房自用 这个时候注意 它是攒免征税的 但是建成以后才转让 我把我这半不要了 我卖给别人 那转让的话 就要正常的征税 所以注意 分房自用这块是攒免的 但后续转让要正常征税 接着就是房地产的抵押 那我拿房子去抵押贷款了 在抵押期里 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变了吗 有没有 房子还是我的 对吧 我只是做了一个抵押登记而已 所以在抵押期间 它是不用交土地增值税的 但是如果抵押期满了 我还不上钱 人家让我拍卖这个房子 变卖这个房子 那房子卖了 卖了 那当然全数 发生了转移 我有增值就要交土地增值税了 再有就是房地产的交换 房地产交换 咱们两个单位也好 什么两个人也好 咱们交换这个房地产 是不是相当于双方 都把这房地产给卖了 那全数都发生了变化 双方其实都应该 交这个土地增值税去 都属于征税范围 但是在这儿 有一个税收优惠 就是个人住房转让 咱是免税的 正常我自己的住房 我给卖了 是免税的 那如果咱是个人住房交换呢 注意个人住房交换 双方也都是享受免税了吗 所以这种情形 经过税务的核实 是可以免征的 但是注意啊 仅限个人的住房 这个交换 它是有免税的 但如果说个人交换的是 商铺 门帘 写字楼 那这个正常去交税去 再有就是单位去转让 或者单位去交换 那这个肯定都要正常交税吧 没什么独特的 接着还有 国家收回土地使用权 征用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的 这是免税的 确实是这个土地啊 房屋啊 它的权数发生了变化 但是这儿 由于是国家收回征用 是吧 相当于我们把房 把地卖给国家了 好 那这时候呢 算了 就免税了 接着就是房地产的出租 出租 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吗 是吧 所以它不属于征税范围 另外房地产的评估增值 比如说我们改制重组了之类的 那发生了这个评估的增值 那增值这个呢 我们认为它就是 这个一个虚增 是吧 一个虚增 那么这一块 它只要房子的权数没有变 它就不需要去征税 但如果说 我这个真的把房子给卖了 那时候增值就变成现实了 是吧 已经实现的增值 那肯定就正常去交税了 好 再有就是代建房 代建房 说我是一个房企 帮别人去 代建了一个这个职工宿舍 这个时候 我就是帮人家去施工 帮人去干活 这个房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呢 我这肯定不用交什么土地增值税 我交建筑业的增值税好了 接着还有房地产的继承 注意继承这块 它是没有收入的 对继承这块 它不属于征税范围 另外就是房地产的赠予 这注意啊 特定的赠予 它不属于征税范围 但是除了特定的以外 别的赠予就要 视同销售去征税了 这儿你要特别关注这个 不属于征税范围的赠予 比如将房屋的产权 土地使用权 赠予直系亲属 或者承担直接赡养友人 这些是不征税的 另外通过境内的 非盈利的社会团体 国家机关 将房屋产权 土地使用权 赠予教育 民政和其他社会福利 公益事业 这个也是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但是其他的呢 比如说 我房企开发了房子 有两套 赠给了关系户 那这种情形 当然要视同销售去征税 这是关于咱们 征税范围的基本规定 和具体的一些规定 那接着来看看相关题目吧 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应当缴纳土地增值税的是谁 房屋所有人将房屋产权 赠予直系亲属 这个我们说了 赠予直系亲属 或者是承担直接赡养义务的 赡养义务人 那这个是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另外土地管理部门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这是说国家政府 他们卖地 这块呢 也不属于征税范围 咱土地使用权 得是转让环节 才要征这个土地增值税 另外C说 房地产企业将自己开发的房地产 无偿赠送给关联企业 这个赠送 它不是那个特殊情况 它是应该视同销售去征税的 B说 某企业将一栋楼房的产权 通过国家机关赠予一所希望小学 作为叫学楼 这个赠予属于间接的公益性的那种赠予 它不属于征税范围 所以这应该缴纳土地增值税的 就是C学校 再来看一个单选题 说下列关于土地增值税 征税范围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说 对于一方出地 一方出资金 双方合作建房 建成后按比例分房自用的 咱们征收土地增值税 建成后转让的不征收土地增值税 这个前半句是对的 就是咱们建成后分房自用是咱们征税的 但是建成后转让的应该正常去征税 他说不征税 错了 B说 对于房地产的抵押行为 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 那当然不用咯 因为抵押七里 房屋的全属并没有发生变化 它还是我的房子 所以不用交这个税 另外 个人继承房地产 免征土地增值税 他这说法不对吧 咱说的是 个人继承房地产 是不属于征税范围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细节 咱说 不属于征税范围指的什么呀 如果我们给这个征税范围画一个圈 那不属于征税范围 是指它在圈外 根本就不属于我们的这个征税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圈 然后免税呢 属于在一圈内 但是有税收优惠的 所以他们意义不同 这个说法也不对 非常容易搞混 然后D说 个人之间互换自有居住用房地产的 经当地税务机关核实 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 因为后续税收优惠里有一个 个人转让住房是免税的 所以以此类推 那个人住房的交换经核实 也是可以双方都免征的 这个说法对的 所以唯一正确的是D 这个C千万别选上 好看完了征税范围的规定 接着再来看第二个考点 税率 那土地增值税的税率 是四级的超率累进税率 咱们税一里边呢 基本上考试都是给出税率的 但是咱们的那个设税服务 实物里不给 所以说最好还是把它给记下来 如果你这三税一块考 反正还得去背一背嘛 另外如果大家参加注快的考试 那注快的税法里 也是不给这张税率表的 需要背一背 但是背下来呢 应该也不是特别难 因为它的税率就是 30 40 50 60 然后素酸扣除系数就是 5 15 35 还好 那它怎么来确定税率呢 就是根据增值额 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来确定的 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叫它增值率 是吧 增值率 好 另外它怎么去应用呢 首先计算的时候 肯定我们先要算增值额 用收入减扣除算出增值额来 然后用增值额除上扣除项目金额 算出来增值率 这个增值率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成本利润率 那样的性质 好 根据这增值率再去找税率和素酸扣除系数 那最后算税的时候怎么算 注意是用增值额乘上税率 然后减去扣除项目 乘上素酸扣除系数 所以这个前后顺序一定要写对楼 这是税额计算的这个整个流程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考点 税收优惠 这个土地增值税率的税收优惠 内容并不是很多 大家几乎每一条都最好去背一背记一记 因为考试的时候都容易考到 要么是考你选择题 直接问下列哪些属于这个优惠的情形 或者放到这个大题里边 它隐含着这样的条件 那么你就要自己去看看 是不是这种情形 它能够享受到免税 来看具体内容 首先第一类 说转让下列房屋增值额 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税 这个包括20% 简单的说就是增值率 小于等于20% 也就是你赚的少 相当于成本利润率比较低 这个意思 增值率小于等于20% 享受免税的情形 这一共说了三个 第一个是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新房销售了 比如题目考到某某房地产开发企业 开发了这个普通标准住宅 一看见这个关键词 马上你要想到 有这么一个优惠 那回头我算到那个增值率 那一项的时候 得看看它是多少 如果算出来是18% 那么它就享受免税了 如果算出来25% 也就是超了这个免税的 这个所谓的比例要求 那就肯定正常交税 没有任何优惠了 这是普通标准住宅 新房销售的时候要小心 再有就是转让旧房 说作为改造安置住房房源 或者作为公租房房源 也都有这样的优惠 关键一定要记住 并不是说你把旧房 作为这些个房源 它就免税 而是要看它的增值率 是不是小于等于20% 小于等于20% 它就免税 那超了呢 超了就正常交税 没有任何优惠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优惠 类似于起征点 只对那个你保利多销的这种有用 当然在这儿 你要享受优惠 那你应该做到分别核算 什么普通标准住宅 和其他房地产得分开 否则就不能享受这项优惠了 这是第一项 然后接着再来看第二项 国家征收收回的房地产 这是免税的 这个税收优惠里有这一项 因为咱们也是相当于配合国家 所以这块给了优惠 里面具体包括两类 因为国家建设需要 依法征收收回的房地产免税 还有就是因为城市实施规划 国家建设需要而搬迁 由纳税人自行转让房地产的 这个也是免税 你就看原因就行了嘛 都是什么国家建设需要 城市实施规划 那我都是做配合的 接着看第三个 对个人销售住房 攒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个人住房的转让 它是免税的 所以说个人住房交换 是不是竟合适 也可以免税 但是强调了 这里边只是个人住房转让 它是免税的 你卖什么商铺 门帘写字楼 还得正常的去寄税 不是个人转让 如果是单位转让 也是得正常交税的 所以它得满足任何一个条件 每一个细节的规定之后 才能享受优惠 接着还有第四个 就是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的 土地增值税 它是暂不征收的 这个改制重组 它提到了很多情形 比如说企业整体改制 原来我是有限责任公司 现在改成股份有限公司了 那这个改制前的企业 将房地产转移 变更到改制后的企业 这块是不用交这个土地增值税的 另外合并分立也是一样 比如说 这个A被吸收合并到了B里头 那是不是相当于A的房地产都规避了 好 那这种情形下 房地产的转移也不需要去交这个土地增值税 或者说 这个A和B一块合并成了个C 那也是一样的 A和B的房地产都跑到了C那 那也不用去交土地增值税 而分立也是一样 分立你可以从这个B里头分出来一块做A 也可以把这个B拆分成A和C都行 不管是什么样的分立方式 这原企业将房地产转移变更到分立后的企业 它也都是不征税的 另外就是改制重组过程中 咱们以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 对其将房地产转移变更到被投资企业的 这个也是咱不征税的 所以这整体咱们记一下 在改制重组过程中 这个涉及到的土地增值税 符合条件 暂不征收就行了 另外这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这些改制重组的政策 它不适用于房地产转移的任意一方 被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情形 也就是任意一方是房企都不行 比如说A被B给吸收合并是吧 如果他们俩都不是房企 那这时候他们的房地产转移 是暂时不用挣土地增值税的 但如果说A是房企 那么这事得交 如果B是房企呢 这事它也得交税 好吧 就是只要有任何一边涉及到了房企 那都不能享受这项优惠了 因为咱们担心房企利用这样的方式 比如来收购土地 或者说来卖房等等 所以这种操作是行不通的 这是关于土地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咱要把关键词都记住了 好 接着来看看题目 一个单选题 说下列情形中可以享受免征土地增值税 税收优惠政策的是谁 A说企业间互换办公用房 咱说换房什么情形下可以免税啊 是个人交换住房是吧 那个能免税 那企业间换房双方都需要去交税 因为你们都卖了房 所以这个不能享受免征 然后B 企业转让一栋房产 给政府机关用于办公 咱们有没有说你卖给政府机关 那个就免税啊 并没有啊 所以咱不管你卖给谁 用作什么 那通常情形下 它都是属于正常要交税的 所以这个要交税 它不能享受免税 再看C 说房地产开发企业 将建造的商品房分配给股东 那这个房子是不是所有权发生了变化 给别人了 那这个要视同销售去交税 这个没有免税 然后D说 居民因为省政府批准的文化园项目建设需要 而自行转让房地产 这个是我配合这个国家建设需要 什么城市规划等等 那这个自行转让房地产 确实是可以享受到免税优惠的 看关键词就行了 这应该选商 D 接着再来看一个多选题 说下列情形中可以免征或不征土地增值税的有什么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这个不属于征税范围 还是说有这个税收优惠 那通通的咱们都给你选上 免征或不征的都选上 好来看A 说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率为25%的情形 咱说你这个建造普通标准住宅 如果增值率小于等于20%是免税的 那增值率为25%呢 那得正常交税是吧 只要超了这个20%就没有任何优惠了 再看B 说转让旧房作为改造安置住房房源 增值率为18%的情形 咱们说旧房转让 它有两种情形可以享受这个 增值率不超20%的免税优惠 一个是作为改造安置住房房源 一个是作为公租房房源 所以这儿你看 增值率确实是没超20% 所以它享受免税 好再看C 说因为城市实施规划 国家建设需要而搬迁 有纳税人自行转让房地产的 这个确实免税政策里也有 还有D 说两个或两个以上非房地产企业 合并为一个企业 且原企业投资主体存续的 这也就是说的我们那个改制重组的 暂不征税的优惠政策 其实它要求的是原企业的投资主体存续 你比如说 A和B两个企业 合并成了C 或者说A直接被B吸收合并了 好那这时候咱们要求的是 企业投资主体存续 这个没问题啊 那它是暂不征税的 享受优惠 然后一说房地产企业在改制重组时 以房地产作价入股进行投资 将房地产转移变更到被投资的企业 来看后半截啊 说在改制重组时房地产作价投资 这个确实它转移是暂不征税的 但是咱们说改制重组的这个政策呢 它不适用于任何一方是房企的情况 那这儿你说的是房企来做这事 那这个要正常的交税 不能享受到这个暂不征税的照顾了 好所以在这儿 咱们属于免征或不征税的 那就选上BCD这三个好了 字幕for 字幕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